接下來最後這一個翡翠戒指 我覺得跟你手上 今天戴的這個有點像 我覺得很霸氣 它就是有造型 它不是紫紫板 它不會那麼的 這麼死氣沉沉的感覺 很活潑 對不對 所以這是你自己去設計 然後還是說你買好現成的 買現成的 對 我這 這個是在那個 就是在香港 過境香港 以前我們去大陸 如果我們這個年紀 過境香港還可以買這個 其實要離開 我們這個年紀真的知道 以前要去東莞深圳 你現在是直飛 可能飛機有 我們都要到香港再轉螺族站 對 螺族站 對 螺族商場 現在年輕人他們都不知道 我也沒有很熟啦 幹嘛撇清 你裝70號嗎 對 然後那時候過境香港的時候 就在營樓買的啦 那我看 香港的營樓 對 對 那因為我喜歡寬板 這個是寬板 對 然後它上面是一個浮瓜 浮瓜 那個玉是一個 香了一點寶石 對 然後上面又香了一些 寶石 彩色寶石 非常漂亮 還有它上面有一個 這是一個小紅點 小紅寶 那個叫 一定紅 對 聽說如果上面是個鑽 上面這邊就叫一定鑽 那因為它是紅的鑽石 一定紅 紅寶啦 我覺得設計鑽我就要問廖老師 廖老師你覺得這種 有沒有什麼意思 然後又怎麼樣 一定轉 你覺得這種 因為我剛剛可以看出你的不屑 是嗎 沒有 沒有 是嗎 其實這一個款式呢 我們這樣去看 是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呢 你一定要確認說 那個主食的大小 然後它的 預估它的成本 然後來設計那個款式 對 你不要說設計好的那個款式呢 客人花不了那些錢 對 我主食又沒那麼漂亮 我又不想花那麼多錢 對 但是有的主食是很花俏 是 那那種寶石的品種呢 它並不是很貴 可是很漂亮 對 客人特別的喜愛 可能它五百塊的成本而已 有時候有個性 對 他就去做了一個款式 可能花了三十萬 我有這種客人 我的客人是很極端的 就是說有個人的喜好 但是如果說 以這一個款式來講的話 你看喔 它的主食 綠色的部分 對 還滿大片的 對啊 那上面一定紅 好啊 就讓你紅啊 那旁邊做鋼玉 它像這樣 這個款式算是 優勢 鋼玉算是優勢 聽你會稱讚 那因為像瑞說 它會帶食指 對 這是正確的 對 因為有個性 寬版 有霸氣 或是要帶 這是要十年了 第一次講得這麼重要 我就是要跟你說 它第二就是我這種設計 所以我剛才這樣問啊 沒有想到它是正面 它以前開口就說 沒有 因為好像會花邊的 它對美女就是 很偏心 我再補充一下 為什麼說這個款式 這樣是可以的 對 第一個 它把款式做大了 對 做寬了 對 放大它 它花的成本不是很多 因為它不是像白鑽 它上面全部都鋼玉 是 所以成本變得比較便宜 又能夠把款式做大 這個才是一個優勢 所以我好奇 你都一買多少錢啊 對 那時候港幣大概一千二吧 這麼快算台幣 四千八百塊台幣 那時候港幣有沒有五 大約都四或五 最高到四 我們年輕人都去到 三點二 三點三 我小時候是八耶 我小時候 小時候 同伴隨便通肉年紀 來 那個時候這樣 我小時候好像在重點 我都不知道 這樣不用一萬塊耶 有沒有 你有沒有碰到八 別騙人 沒有 我去香港 不小心通肉年紀 會出解後悔 我去香港都最多都是三 一開始是三點三 現在四算很高對不對 四嘛 差不多啦 我們換算成 如果乘以四的話 這樣是大概多少台幣 買的 一千二 港幣的話是 這樣不到五千台幣 對啊 很會買東西耶 可是我也有這樣 會很擔心那個翡翠的真偽 這就是今天我們要來查明的 沿上面的那個鋼玉 都是玻璃做的 不要不要 不要先 我們來試試看吧 今天這最後一件很刺激喔 請 見 見 九千元 有 有一個啦 這個好像是一個 超過我的成本 對 它這是一個 這個A貨的翡翠 它是油青腫 油青腫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下面這個材質 各位以為是K金啦 不是 它是九二二五銀 它是銀的 是銀的 對 那銀台 對 那銀台在大陸製作 這個台是大陸製作的 那它鑲的鋼玉 都是很簡單把它鑲上去 鑲得不俗啦 但是它整體來講 就是說我們要討論是說 你要花多少錢 一樣可以買到這個東西 然後你就用 我們那種定價法 也有很多價值認定法 說不管 我就認定它五十萬 那當然沒話講 但是你要講說 我們這是所謂的市場定價法 就是說大家都 差不多賣多少錢 您可以多少錢買到 是跟各位分享這些知識 是 對 那這個借台裡面 它是有打上這個印記的 讓各位看一下 是啊 寫什麼呢 應該從來沒有發現這個秘密 對不對 今天學到好多知識 是啊 你看它這邊打一個 這個925 大家這個9不清楚 這個925 所以代表這個是銀台 就銀台 一般這個包括廖老師 他們都設計都一樣的 我們在裡面是什麼材質 都會打上它的印記 讓後面的人了解說 到底怎麼回事 當然現在的科技 可以用X光來測它是什麼材質 什麼都沒問題 萬一沒有這些設備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從裡面的判斷 大約它是什麼材質 是這樣的一個事情 哇 今天很不錯 今天學到好多 真的 這一件是不是就是這樣呢 來 對 這一件 一夜致富嗎 這一個是 這也是 對 一夜致富 就是對 美其名 不過這個我是在廣州買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 就台感就是 在大陸的那個台商 我那時候常常出差到大陸 東莞 深圳 那大家知道那個廣東的夜市菜場 就很多 對 我之所以會買這個是覺得 因為我平常就喜歡帶 所以我買的東西就是說 平常也可以帶 那我就覺得這樣子 非常實用 對 這是一個一月很好的 我們稱呼叫一夜致富 其實一夜致富不是好事情 對不對 慢慢的累積財物才是好事 但是總是一個美好的願望 然後說 哇 明天起來 對不對 兩億的富翁 失憶跟回憶 那也不是什麼好事 不過總是一個美好的願望 就一夜致富 我感覺這好像也是飄花嗎 對 飄花這種飄藍花 那翡翠的雕刻 通常都是好的抑鬱 那時候買入手價多少 那時候 換台幣大概要不要 要不要幾千 那時候是人民幣 人民幣好像就是 差不多一百五不到兩百 我有點忘記 也是很久 大概一百多塊 一百五兩百 是 下半價台幣 可能差不多現在的八百 這也是二十幾年前買的 八百塊左右 一夜致富 這也是後家吧 戀著自己後家嘛 對不對 這邊很有錢 沒有 這個是後來 那我稍後就評估 這一個月次數 而入手價不到一千元 大概八百元台幣左右 我們試試看 在廣州買的 請欠價 四千元 恭喜 也不錯 對 像這樣的這個物件 現在在大陸買的話 大約 差不多要五六百塊人民幣 在台灣的話 你換算人家要賺錢的話 對啊 四千多塊 五千塊 四千多塊 可能大家需要這樣 因為這是A貨嘛 這是A貨 而且它無瑕耶 無瑕 它沒有什麼 乾乾淨淨的 真的 這是個糯米種 這是薄了一點 薄這麼小 因為這個葉子都是標這樣子的 這個大小 是 都這樣子 然後它就是一種 簡單的油青種 漂藍花 所以行情是這樣子 是 就只要一片綠綠的一大片 哇 對不對 四十萬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 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